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明显这个油线已经被拆了 进气可坏了 然后这个排气盒的话已经没有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师傅弄的 这个机油加在这个喷油嘴上面了 在喷油嘴上面这个位置应该是进的混油管 然后这个机油管的话应该按在这个位置的 这个刚刚的话一看就是哪个拆过的 应该是之前有师傅修过没修好的 接下来我去拆开来看看 到底师傅没修好的是什么问题 就去 eelkorni 撒 foundation 就去螃蟹的颜色 就去螃蟹的颜色 在这个上班之前的上班上面晾到 编辑的颜色 整理会农员的时候 可以做到的 这样操作红屏了 最后打擦这个盐 要发酵的颜色 搅拌 再来一次 夙烫的颜色 适量全是胶劑的颜色 看这个气门都已经坏了 这些螺丝都是松的 看这里面已经生成这样了 这个小碗是已经拉了的 活塞馆都已经被他们拆完 看修不好他们把活塞馆都已经拆了 这个就是拉瓦的 要把垂扎的 把垂扎的 这是装的 用来分开 并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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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用来分开 琢瓣哇 这些都是拆过的 他们随便上了几个螺丝在上面 这个机器我已经拆完了 大体问题我也已经看到了 就要适当晚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给它清洗一下 我已经把鱼里做到的 更好 卖鱼子 均匀 去掉 你的脂肪 洗干净 你把鱼拿下来 插成 grate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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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適 stab先 要是做成團 成果 它这个原来是烙瓦了的 这上面有一些槽 这个不能用了 我给它换新的 这个机器的所有问题都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它没有的配件 我全部都买了新的 接下来我就开始给它煮中起来 1个小混蛋 南瓜 南瓜 海鮮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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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 沸騰 雪 雪 小巧克力 它这个原本是化了的 所以我就弄了一个二手机给它化下 这个皮带板它原本是没有的 我就给它弄了一个 你看这个油箱它原本是没有的 是我重新找来的 虽然有点不匹配 但是还是能交易用的 就像这个油箱子也没有用 现在有点夹理 接着这个油箱子也没有用 所以就像这个油箱子 一样的油箱子也没用 那么箱子就要不要用 所以就像这个油箱子 一点点儿有点充分 所以就像这样子的油箱子 所以就像这样子的油箱子 可以搅拌 放入冰箱 加一层 放入冰箱 切成几片 切成粉 切成酸湿 谢谢大家 这个机器我已经弄好了 就是材料的话换了好多 还是挺心疼的 但是一把就把它摇染了 挺开心的 接下来就给那个船船师傅送气 然后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